昨天下午,万景华人聚居区Steals和McCowan附近一栋民宅发生爆炸 这是一年以来该社区发生的第二起民宅爆炸案 从现场传来的消息指,该民宅属于华人 警方最新消息称,这起爆炸案共造成六人受伤住院 其中两名男性、一名女性和三名儿童 据悉,爆炸案的位置是Douglas Hick Driver 45号 位于Steals和McCowan的东北角 是一栋两层的独立屋,有目击人士指出 他当时在路边停车,忽然听见巨大的爆炸声 随即看见有浓烟从一众房屋里冒出,紧接着看见剧烈的火焰 周围的邻居也因此警醒,呼吁公众说 出门一定要注意检查煤气、火源 有市民怀疑起火原因跟房屋老旧有关,但警方称具体原因还在调查 昨天看新闻才知道这边的房屋发生了一个大爆炸 因为我在这边住的也不是很远 所以说我想这种事情对我们邻居来说 这个社区来说是一件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是比较危险的事情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也在想 自己在这房屋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安全隐患 这已经不是本区域发生的第一次这类型的事件 就在不远处两公里外 当时是因为煤气爆炸造成一名57岁的老人 受伤并住院 希望各类市民做好安全措施 预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这是本台记者台元在现场为您发来的报道